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 都要假装懂得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吸睛 这拜登和普京终于要见面了 论最好的结果和最糟糕的可能 6月16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终于要在日内瓦见面了 这两国关系最近是剑拔奴章 火药味十足 这次会面对美俄关系的走向影响重大 对世界地缘政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最好的结果和最糟糕的可能都有哪些呢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最好的结果 第一 两位大佬一笑闽恩仇 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 不管以前怎么相互骂过相互恨过 但是国家利益至上 而且都是政坛老戏骨 大家一笑闽恩仇 建立一下密切的个人关系也是不错的嘛 国际政治就是该骂的时候要狠狠的骂 该爱的时候也要热情的爱 第二 美国和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关系走向缓和 互相赶外交官的大戏先停上一停 这打包的动作也先暂停一下 制裁相互放松 互相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当然这个步子嘛不能一下子卖太大 不然容易闪着腰 表面上可能还是死要面子 铁嘴钢牙的死相嘴 但是背后嘛还是会默默的相互配合一下 第三 俄罗斯大输一口气 美国加快战略转移 美国不再那么死盯着俄罗斯了 这炙热的目光嘛可能会大概率的落在中国的身上 再来看看最糟糕的可能 第一 节外生枝 面都不要见了 虽然说呢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想当初 普京和特朗普曾经约好了G20的时候 在阿根廷见一面 但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突然发生了冲突 搞得这个气氛很是诡异 于是呢 特朗普只能泱泱的宣布会晤取消 放了普京一个大鸽子 第二 冤家还是冤家 话不投机半句多 拜登前不久说 这个普京是个杀手 不知道这次见面说话会不会客气一点 克制一点 不然呀 依着来自战斗民族的普京的暴脾气 拂袖而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 美俄关系越谈越糟糕 全世界呢也更加不安生 这个糟糕的结果也不排除 日内瓦会议不欢而散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那就继续摊牌吧 外交官该打包的接着打包 拜登继续使出拜登的手段 普京继续出普京的绝招 美俄关系呢更加急剧恶化 在乌克兰在叙利亚在伊朗在阿富汗在军控等很多很多的问题上 双方继续搬手办 甚至不排除 在一些地方剧烈摩擦摩擦 真的全球都不安生 好戏呢即将登场 我们这些看官就等着看戏吧 第二条 今日份最有R5 大美帝最新的真兵广告垮了 吃瓜群众说 看完想去中国和俄罗斯参军 最近大美帝军队真兵官网和油管账号GoArmy 推出了不走寻常路的真兵广告 卡通版本 吃瓜群众看完以后 把这美国的真兵广告和俄罗斯的真兵广告做了一个对比 然后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 我们完蛋了 不仅如此呢 还有吃瓜群众闲的将中美俄三国的真兵广告 做成了合集 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更有甚者看完后大呼 想去中国和俄罗斯参军 根据这个发布的视频显示 这个系列的真兵广告呢 是由五部动画短片组成的 每部的时长不到三分钟 分别讲述了五位大美帝士兵的成长故事 以及参军的心路历程 这五个故事的主角呢 分别是白人女子爱马 非一男子李奇 非一女子詹妮 拉丁裔女子珍妮福 和亚裔男子大卫 以播放量最多的白人女子爱马短片为例 这个视频讲的是 爱马来自大美帝的加州 在一个同性恋家庭成长 所以呢 有两个妈妈 她认为自己有一个典型的童年 比如说需要练习芭蕾舞 需要练习拉小提琴 有时候呢 她会跟着两个妈妈走上街头 参加关于争取少数群体权益的活动 然而在爱马六岁的时候 她的一个妈妈患了重病 被一身诊断为半身不碎 但是经过复健呢 凭借坚强的意志 她的这个妈妈成功的站了起来 然后 她的两个妈妈就结婚了 这一幕让她深受鼓舞 于是呢 爱马通过努力的拼搏 在高中阶段实现成绩优异 并且顺利的进入名牌大学进行深造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不禁想到 对比其他姐妹自己到底有什么成就呢 随后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参军 铺垫了这么多 画风一转画面一转 爱马已经是一位美军士兵了 随后呢 画面再次变化 动画形象的爱马 与现实中的士兵爱马重叠了 暗示这个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除了白人女子爱马 这非一女子詹妮的故事呢 也是亮点十足 詹妮成长于一个军人世家 从小就有一个军人的梦想 但是呢 她的父亲曾经因为参加过越战而留下了心理创伤 后来又参加了镇压美国国内反战的示威活动 于是 这位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加入军队 詹妮因为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放下梦想 成为了一位女歌手 她一炮而红 开始环球演出 在这段旅程中呢 詹妮见到了美军在帮助落后地区的弱势群体 也见到了某些国家的一片战乱 在此期间 她想到自己曾经拥有的梦想 在一次演唱会中 詹妮的父亲也来了 然后她在父亲的祝福下如愿参军 有的时候呢 也能够在军队里面表演 至于亚裔男子大卫 则是一个从小就仰慕飞行员的普通男孩 但是 大卫脑子笨 沉寂差 在学校一直过得不如意 整个人呢 也很自卑 觉得自己成为飞行员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 在她哥哥的一顿说教之后 她还是决定追逐一下梦想 通过锻炼身体 熬夜学习 最后呢 终于成功的加入军队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还留下了一句心灵鸡汤 想要成为军队飞行员 并不需要天赋 而是时间和努力 根据这个Go Army油管页面显示 这部真兵宣传片 对比美军19年的宣传片 可谓是播放量相当相当的惨淡 除了爱马的故事 其他的呢 都没有超过100万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